他又加上心痛 我真的不知道 19号在花莲峰冰箱的一场货 让三岁的孩子命丧火哭 而家中的母亲和儿子还在烧烫上病房 让家属是又着急又担心 护士很专业的照顾他 要配合他们 自己心里要放宽 这里就很安心 你也很放心在家里 知道吗 同一天在花莲的寿风箱 也发生了五车绝壮的肿打车祸 造成七个人伤亡 其中一台小轿车 车体整个挤压变形 造成副驾驶座 灵性女子往生 而他的先生至今还在 家户病房观察 经过询问慈激志工得知事基金会员工的亲属也赶紧送来为温金安抚受惊吓的情绪 社工也会持续关心 希望陪伴家属渡过难关 台新闻也接听欧国家 花莲报道